各位朋友 有重大的消息传来 本台说了郭文贵 六年把郭文贵说进了美国监狱 我曾经给郭文贵最开始的时候 就起一名字 他叫郭伦公教主 学的是谁啊 学的是法轮功的李洪志 郭文贵现在美国监狱里边 这辈子是出不来了 那李洪志呢 近几年我对李洪志的预言 朋友们 我说李洪志在美国参与美国的两党政治 跟郭文贵一样 他是那个不为拔罐子 是捉得紧死得快 美国两党政治这种黑暗的绞肉鸡 早就盯上李洪志了 大选之前就对李洪志要动手了 各位明确的信号来了 这个纽约时报 发起了抓捕李洪志的冲锋号 李洪志就要和郭文贵 俩人在监狱里边聚齐了 那位说你说的是真的假的呀 我给大伙来分析啊 大伙先听听 这个纽约时报中文网 今天刊登了一篇文章 题目叫做虐待与操控 前表演者揭露法轮功神韵艺术团的内幕 在美国 虐待与操控 这是什么罪行啊 这比郭文贵的那个金融诈骗罪 那可要众多了呀 虐待 那就是等于说是这个侵犯了人权啊 而且呢 这玩意儿在美国的法律里边 如果是集体性的这种这个虐待啊 好家伙 只要是有人告啊 有一个算一个啊 还有操控 操控的意思就是什么呀 邪教洗脑 这玩意儿加起来一个人告 是一百年 二十个人告啊 那就是两千年 真的啊 这比郭文贵的罪都严重的多 我们先来看看纽约时报的这篇文章的定性啊 你就知道这个事有多严重了 还是这么说的 他们 是大约二十年前开始出现的 通常是在结诈日前后 而且经常是在高端场所 一群身着多彩演出服的中国舞蹈演员 优雅的在舞台上旋转啊 这是纽约时报常见的这种煽情式的开场 先是在纽约 然后在巴黎 多伦多 台湾台北 这些舞者呢 大多数是青少年和年轻人 虐待的操控呢 是青少年 未成年人啊 在舞台上 翻腾跳跃 上下翻飞 想给人们带来惊叹和娱乐 同时也为了传播受迫害的中国宗教运动 法轮功的教义 法轮功是这些表演的幕后主宰 李洪志啊 李洪志啊 从那时起神韵艺术团 已经成为法轮功 以及领导者的摇钱术 摇钱术啊 剥削 剥削 其门票的销售 遍及五大洲 票房收入超过2.65亿美元啊 各位各位啊 按照美国的法律 如果你对未成年人进行劳工剥削 除去刑事罪行之外 可以罚的李洪志这18辈子的财产都还不清 把李洪志这么多年在全球各地骗的这些 所谓的邪教的不义之财 又全归了美国的国库了 但是对于支撑起这些演出的年轻人来说 成功的代价是高昂的 纽约时报的一项调查表示 在吸引越来越多的观众的同时 神韵将许多表演者视为可牺牲的消耗品 当演员身体不适时 神韵总是不鼓励他们就医 并通过残酷的情感虐待和操控 来强迫他们服从艰苦的排练和巡演的安排 采访中一些前神韵的舞者 回忆自己曾在膝盖脱臼 脚踝扭伤或其他受伤的情况下表演 他们不愿意寻求医疗 因为该团体的信仰体系认为 只有缺乏信仰的人才会依赖这样的治疗 还有一些人痛苦的回忆起自己被教练 要求定期称重 并公开斥责他们太胖 大多数人表示感到被这一宗教运动利用了 该运动专注于传播其观点 即使表演者在过程中受到伤害 同时通过销售门票赚钱 很多接受纽约时报采访的舞者和乐师 对公开讲述他们的故事感到犹豫 害怕受到法轮功和其他领导者的报复 还是个黑帮啊 这是跟郭文贵这个定性是一模一样的 瑞孔 作为法轮功的领导者李洪志 于1992年开始在中国开展这一运动 当时古老的气功正风靡一时 李洪志在流亡期间领导法轮功 同时掌握着纽约州北部的一座 占地160公顷 戒备森严的园区 许多神韵的演员在那里生活和训练 神韵和法轮功的代表发来了一份声明中表示 接受时报采访的表演者 对神韵舞团和法轮功运动的描述 是古怪和夸张的方式 扭曲的事实 他们称时报的做法正重了 想要根除法轮功的中共的下怀 这都是同一种精神病 凡事都是中共 是在对一个提倡健康道德生活和强大家庭 与社群信仰进行的充满偏见的攻击 大纪元 法轮功的部分是基于佛教元素 认为其修炼姿势和冥想可以开悟 但是在演讲和写作中 创始人李洪志也融入了一些不太传统的思想 暗示他是宇宙的创造者和虔诚的修炼 可以清除体内的疾病 并暗示追随者可以发展出超自然力量 例如悬浮的能力 就是个邪教呗 在过去的20年间 李洪志将法轮功置于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 直接对立的位置 中共曾经监禁众多的法轮功信众 并在国家宣传中将该组织妖魔化 你等会吧 有约时报 你报道的这些玩意儿 难道不是妖魔吗 在这样的背景下 李洪志的法轮功运动将神韵推向前台 作为该组织自己宣传的一种宣传工具 通过由法轮功修炼者创办的公司网络 包括拥有广泛读者报纸的大纪院时报 放大该演出的反共信息 这是连根拔一块清算 在神韵的内部 领导者告诉年轻的演员们 每一次演出都是一次紧迫的精神使命 别让他们相信 每一个公然反对该运动的人 都面临严重的后果 即便如此 仍有25名前舞者乐师和教练 同时向时报透露了他们在神韵的经历 25个人了 这就2500年了 大伙记住 其中包括数名在过去18个月中 离开该团体的人 他们描述了神韵的领导层 近20年来的一系列的虐待行为 在此期间 进出该舞蹈团的演员有数百人 他们的讲述 以及数百页的公开记录和数十份 从该组织总部偷出来的照片和录音 让我们得以罕见的直接了解 神韵组织内部的生活 神韵无处不在的广告 将之称为艺术的极致境界 你看来给法庭的材料 人家都组织好了 哎呦我的天哪 是这样 说这个广告中 没有任何内容表明 演出只在推广宗教运动 那些花钱来看神韵演出的观众 票价最高可能高达309美元一张 不会知道表演者是在为法轮功卖命 他们看到的是面带微笑的舞者 乐上舞台 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表演 同步旋转 空中匹刹等节目 其中有描绘法轮功信徒 遭到中国警察殴打的场景 但很多的前舞者和乐师表示 他们把自己推向了身体和精神的极限 因为他们被教导表演一场完美的神韵演出 将拯救观众免遭即将到来的世界末日 邪教 他们说这一信息在课程中不断的得到强化 灌输了一种强烈的责任感 以及对外部世界的不信任 他们通常每天15个小时排练表演 甚至安装和拆卸沉重的管辖跃动的设备 但工资很低 甚至是没有工资 因为他们被灌输 自己已经欠下了法轮功 为他们提供的学费 时速和费用 几乎所有的表演者都被家中牵扯的 法轮功修炼者送到神韵的 一些人来到法轮功 在纽约州的总部龙泉寺时不到12岁 未经特别的许可 他们不能离开那里 女家人见面的贫次通常也受到限制 许多人从美国各地和其他国家来到纽约 一直到20多岁还待在园区里边 从小追随母亲在新西兰修炼法轮功的 程清灵13岁时来到龙泉寺 现年已经27岁了 他此前是一位神韵的舞蹈演员 他说他给自己在那里不愉快的经历 比如受伤没有得到治疗 导致他的左臂麻木 教练的不断的吼叫 因一些微不足道的违规行为 而受到同学的羞辱 赋予了更高的意义 宗教意义 从而显得这些行为合理了起来 他们只是在测试我们的前程 程清灵说他这样告诉自己 但后来我想 如果往用正常人的价值观来判断 他是错的 一些表演者想要退出 但艺术团不愿意放人 于是他们遭到了威胁和恐吓黑帮 他们的经理告诉他们 如果离开 他们会下地狱或面临危险 因为他们将失去李洪志的保护 七名前演员说 他们还被告知 如果退出神韵 他们必须偿还学费 神韵和法轮功的代表 拒绝让李洪志和神韵的领导人 接受纽约时报的记者采访 在一份声明中 代表他们的陈颖和布劳德表示 接受时报的采访的表演者 是一个心怀不满的小团体 讲述了虚假的故事 他们否认受伤的演员经常无法得到医治 并称任何关于龙泉寺有毒文化的指称 都是非常主观 且带有文化偏见的 龙泉寺的社区 是一个紧密连接 以亚裔为主的社群 重视纪律言明的学习和训练 以开放诚实和直接的互动为特点 他们说 我们实际上拥有一个共同信仰的大家庭 他们还补充说 时报对于神韵的报道 很可能会成为中共对法轮功 污名化的皇冠上的名著 完了纽约时报也火线入党了 1999年 在超过一万名法轮功的休息者 在北京的中共总部外静坐以后 中国政府取缔了法轮功 从那时起 许多的法轮功修炼者被拘捕 很多人被警方拘留期间死亡 中国官员一直针对法轮功的追随者 尽管如此 法轮功运动依然蓬勃发展 在全球吸引了大量的追随者 在世界各地的公园里 都可以看到法轮功学员练习 法轮功柔和的动作 这都是李洪志的说词 随着法轮功的传播 李洪志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 他在2006年帮助创建了神韵艺术团 现在他的妻子李锐 一起管理位于纽约州北部的龙泉寺 寺内有一座高耸的宝塔 和一尊巨大的金佛 佛像的面容 与李洪志本人十分相像 这个龙泉寺 那个佛像李洪志 下边围绕着是什么呢 内部的人士揭秘 有的人说是他的老婆和小老婆 是李洪志的妃子 住在山上园区的学员们被教导 见到李洪志时 要称其为师父并攻身抱拳 他们很快就了解到 李锐是其规则的主要的执行者 太后很多接受时报采访的 前神韵表演者表示 神韵给了他们旅行和提高 汉语能力的机会 他们也认可其灌输的职业道德 就我个人来说 我很珍惜在神韵的时光 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也成熟了很多前神韵的舞者 苏珊舟在写给纽约时报的邮件中说 我认为这是一个很棒的机构 在世界各地的人们 创造了鼓舞人心的表演 但大多数人表示 神韵也给他们灌输了一些 坚定的教条 根据一份提供给时报的 李洪志的讲话录音 在去年的一节课上 70多岁的李洪志 用中文告诉学生们 他创造了地球 并称人类的音乐 是我奠定的 质疑这样的言辞 将被视为是一种严重的冒犯 纽约时报说 李洪志还没死 在那里 我感受到让我扶手听命的巨大的心理压力 66岁的大卫说 他曾经于2013年到2016年 在龙泉寺教授小提琴 你要么离开 要么主动的放弃自己的理智 没法两者兼得 11岁时 凯特黄从台湾高雄的学校辍学 和他的母亲一起来到 一万多公里之外的 纽约州的奥兰治县库德 奥兰治县库德贝尔维尔乡下 你看他呆在这地方 这里是法轮功总部的所在地 在那里 他们进入了飞天艺术学院 神韵的演员就在这所寄宿学校 接受训练 黄女士没有跳舞的经验 但他的成长环境里 有许多法轮功信徒 他们叫他抓住这个机会 可以和李洪志接近的机会 他的祖母每天凌晨4点开始练功 他的母亲曾售卖神韵的演出票 每个人都说你应该去那里 因为那里是地球上最棒的地方 现年26岁的黄女士说 他要求在文中使用自己的英文名 很快他开始上舞蹈课 仰卧着进行柔韧性的练习 一位老师抓住他的脚踝 把他的脚压向头部 越压越低 直到黄女士听到大腿发出了咔的一声 他说那个声音似乎在整个教室内回荡 他的老师通知了李洪志和校长 校长摸了摸他的腿 似乎想看看有没有骨折 他说有好几个星期 他走路都一瘸一拐 几年后 在西雅图的一次演出前 黄女士在坐前空翻落地时 感到右腿一阵剧痛 他说他的膝盖脱臼了 一位同学将他的膝盖骨按回了原位 黄女士说 一名主管给了他一个冰袋 问他是否能够继续演出 他忍受着钻心之痛 完成了后面两个小时的表演 他说这两次受伤 他既没有主动提出 也没有得到治疗 因为李洪志曾说 只有遵循他的教诲 才能得到真正的治疗 如果我想去医院 就会贴上不够虔诚的标签 黄女士说 他还说 他的膝盖再也没有恢复过来 我不想引人注目 或者是被其他人针对 共有14名前神韵的演员 告诉时报 他们的伤病没有得到治疗 或者他们曾看到其他人受伤 但没有得到照料 黄女士是其中的一名讲述者 运动医学专家表示 在任何竞技舞蹈团 都有受伤的风险 但时报发现 与其团许多大型的舞蹈团 不同的是神韵 并不提供常规的理疗师 或者是医生的服务 而且神韵的演员主要是青少年 专家们表示 青少年舞者的骨骼和肌肉 仍处于发育阶段 因此更容易受伤 由于神韵的舞蹈编排要求很高 需要做背部弯曲的动作 其中还融合了芭蕾和体操的元素 因此风险尤为突出 此外神韵的日常安排也非常严苛 要求学生演员 每年把几个月的时间 用于巡回表演 在演出地点之间 乘坐大巴的时间 可能长达16个小时 他们经常一天演出两场 在最近的一次巡回演出中 神韵的八个表演团计划 在五个月内演出800多场 其中一个团在纽约的 林肯中心的大卫科赫剧院 12天内演出了14场 纽约大学的朗贡卫生学院的 哈克尼斯舞蹈中心 损伤中心的创始主任 骨科医生唐纳德罗斯博士说 鼓励人们忍受疼痛跳舞 或劝他们不要接受治疗 至少可以说是非常野蛮和老派的 尤其对未成年人来说 特别是这个没有自我保护能力的年龄 造成永久性的伤害的可能性 绝对是很大的 待会记住啊 这在美国是非常严重的罪行 以前受到重伤的神韵演员 确实接受了治疗 神韵是名动最高的舞蹈演员之一 那去年在网上发布的一段视频中说 他在根腱断裂后接受了修复手术 神韵和法轮功的代表在声明中 曾经否认劝阻治疗 他们表示神韵演员在任何时候 都会得到医疗服务 我们有医疗记录为证 但是前舞蹈团的成员和表演指导 告诉时报这种干预非常少见 13岁就开始参加神韵演出的 戴希王说 他在八年里五次扭伤脚踝 但从没有要求看过医生 王女士和其他人被告知 想着医生意味着他们的精神领域出现问题 只要发出正念 身体就会自己愈合 现年28岁的王女士说 他指的是李洪志提出的冥想技巧 他说这可以清除导致疾病的恶业 神韵的成员中忍着伤痛表演的不只是舞者 一位不愿意透流姓氏的前音乐演奏者说 他在演出结束以后 帮舞蹈团装车时经常被金属器材箱划上手 他说有一次划得很严重 他不得不用酒店的针线包裹缝合伤口 在神韵乐团演出大约四年后 另一名乐师小提琴演奏者 约书亚临右肩附近开始剧烈头痛 他被带到李洪志前面 后者摸了摸他的头和肩 然后对他说你已经被治好了 疼痛持续了许多年 林先生的同学告诉他 这表明他信仰不坚定 我就一直忍着痛坚持演出 直到离开神韵后 他才去看了医生 他才了解了疼痛的大概原因 积住有一处追尖盘突出 一些前神韵乐团演员还表示 他们遭受了情感虐待和操控 五名前舞者说 他们曾在减肥失败后 被知道在全班同学面前羞辱 其中一名舞者张俊阁说 13岁那年他身高1米64 体重约为50公斤 他的舞蹈老师因为他比别人重而针对他 这名老师告诉他的同学 如果发现张女士买零食就举报他 张女士和其他人说这符合神韵 鼓励学生相互举报的广泛文化 他回忆说有同学不止一次 用身体阻拦他进入园区内的市场 还有一次老师说他不知羞耻 因为他在休息日买了三罐品课的薯片 当张老师质问张女士 还想不想留在神韵时 他哭了出来 尽管如此张女士还是迫切的希望 履行他认为自己对吕洪赤许下的誓言 师父告诉我们 师父有无尽的法力 28岁的张女士用中文说 我们小孩子就相信了 到了20岁 他通常一天只吃一顿饭 有一天他喝着米粥 另一名老师问他怎么还要吃东西 他跑到浴室 踢了一顿墙 另一位前舞者回忆说 每周称体重 感觉就像走向断头台 他说他让身体进入饥饿模式 并在踏上体重称之前脱光衣服 他的体重记录被记录在教师张贴的一张纸上 被认为太胖的人 名字被涂成了红色 还有一名舞者 记得李锐 就是太后 让他只吃黄瓜和西红柿来减肥 16岁时 这名舞者患上了饮食失调症 这位膝盖脱臼的台湾舞者 黄女士曾经多次 被老师提醒说 太重了 17岁时 他被调到校园的仓库工作 在电脑上设计神韵演出服的图案 高中快毕业时 他接到通知 飞天学院在龙泉寺的大学专院 没有录取他 他只能离开园区 前学院说 这种身体的羞辱的文化 反映了神韵领导人对外表的执着 根据对李洪志演讲的翻译 在2016年的法轮功大会上 他说 神韵打造的美学吸引的是中层和以上的阶层 包括受过良好教育的文明的高素质的人 李锐经常身穿名牌服装 休息日还带着舞蹈演员去购物 这加重了对形象的关注 一些以前的学员说 看到李锐穿的如此时髦 让他们感到困惑 因为他的丈夫教导 对物质享受要批评态度 一位前舞者说 李锐曾送给他一个香奈尔钱包 李锐寻求的不仅是管理学生的外表 还要管理他们的感情生活 前学员说 约会要得到李锐的办公室的批准 这是神韵领导人对演员施加控制的另一种方式 其中11名学员说 李锐和他副手还试图安排外国学员和美国公民约会或相亲 他们认为为了使学员得到签证而鼓励这样做 荣罗在2021年之前一直为神韵演奏中拉琴 他说他认为这种千千搭桥是一种策略 目的是将年轻人与神韵运动更紧密的连接在一起 这就相当于想留住劳动力 他说找到一个符合他们要求的人相当困难 你需要有信仰背景 你需要服从不合理的要求 孙赞从15岁那年进入龙泉四起 就听李洪志一直宣扬他们这些表演者肩负的神圣使命 让不信教的观众通过观看神韵获得拯救 孙赞和其他的六名前神韵的表演者表示 令他们压力倍增的是 李洪志和他的下属告诉他们 舞台上的任何失误都可能导致观众下地狱 这使得他们无比严肃的对待每一场演出 曾在神韵领舞的孙赞说 为了将舞蹈动作练到完美 他一般每晚只睡五个小时 奶奶去世的悲痛 脚踝扭伤 让人无法走路的疼痛 都没能让他停下练舞 实际上直到今天 仍然影响我的心理创伤 2015年离开神韵的孙赞说 如果你做的不好 那就是你的错 宇宙因为你没有得到拯救 演出结束以后 一些舞团的经理会抓住 表演中的失误不放 并在同事前羞辱犯错的人 他们通常将这些失误归咎为 精神上的失败 大提琴手 内森谢曾在墨西哥城的一场演出中 拉错了音 事后乐团经理质问了他一个小时 他说他指责他对李洪志的教诲 不够专注 读了太多其他的东西 这种训斥屡见不鲜 在纽约时报获得一份去年的录音中 一位乐团的经理训斥一群表演者 训了一个多小时 告诉他们需要更加努力 才能达到李洪志的标准 把他们手里边的一些电子书 那些这个东西全给没收了 我们不跟师父保证过的吗 你们不能吃苦吗 他们说李洪志的妻子和李洪志鼓励学员 将他视为父亲 一些人回忆说 曾在父亲节和李洪志生日时 为他庆祝 为他写诗 并献上了签纸贺等礼物 与此同时 一些前学员表示 他们被告知不要与父母分享神韵的某些经历 许多学员每年只在两周的暑假期间和家人见面 他们说山上的主管还管控他们接触外界信息 阻止他们提出疑议和进行批判性的思考 学员通常要到20岁出头才可以拥有智能手机 近年来那些没有手机的人 每天只能在指定的电脑上上网15分钟 学校控制他们听的音乐 看的电影和读的书 他们禁止浏览普通媒体 未经法轮功批准的新闻机构都不能看 他们说对法轮功背负的责任感 使他许多表演者忍受长时间的工作和低工资 八位前神韵的表演者表示 他们在第一年巡演时没有得到任何的报酬 一位前乐手说 他们的乐团经理解释说 那是因为新表演者还没有足够的拯救 足够多的人 在第二年巡演时 学员通常每个月会获得几百美元的薪水 随着时间的退移工资会有所增加 一位只愿意透露姓氏的流姓的钱 小提示音手表示 他开始感觉自己被当作廉价的劳动力 受到了剥削 我们为他们赚了这么多钱 也为他们省了这么多钱 这真的很荒谬 刘彦人说 他2012年12岁来到龙泉寺 2017年离开 当时我感觉很困扰 我们什么都没得到 他们却赚了很多的钱 对纳税申报文件的审查显示 神韵的薪酬支出 在收入的占比远远低于其他的几家 总部位于纽约的大型 非盈利的舞蹈和剧团公司 有些学员表示 他们经常每周工作六天 并被灌注这样的思想 只要有报酬 他们就该心存感激 他们告诉时报 大多数前表演者在25岁之前 收入不超过1.2万美元 从龙泉寺毕业以后 一些学生的表演者会留在神韵团体中 成为一名专业舞者 赚的之前多一些 神韵也会从外界为其乐队 招募一些专业的乐手 神韵和法轮功的代表在声明中表示 关于未成年演员爆出第一的说法 是对神韵雇佣行为的严重误解 他们表示神韵艺术团是一个专业的艺术团体 仅由成年的专业人员组成 他们补充说符合条件的龙泉寺学员 可以随团巡演作为他们课程的一部分 这个项目合法透明 是有着报复的艺术家非常向往的机会 他们说学习 学生在实习期间 获得的今天是行业的标准做法 神韵的负责人使用的策略 常常令那些想要离开的表演者感到恐惧 他们被告知 如果失去李洪志的精神保护 他们会下地狱 或者是面临巨大的经济处罚 或者是人身危险 2017年 现已离开的舞者戴希王被发现 与一个外人发短信 谈论山下的生活 李锐盘问了他好几个小时 直到王女士说出对方的身份 几个月后他辞职了 那他表示 花了好几年时间 才克服对下地狱的恐惧 前大型型手内森谢 在2020年离开时 李锐愤怒的告诉他 必须偿还八年的学费 金额可能超过二十万美元 其他六名表演者表示 他们也受到过类似的威胁 尽管该组织从未真正的执行过这些威胁 但让谢先生感到害怕 他当时只有22岁 银行的账户里边只有几百美元 前一名 另一名前舞者张俊娥表示 在2020年离开龙泉寺以后 他害怕自己随时会意外丧命 因为他确信自己失去了李洪志 对协助他拯救世界的神韵表演者的神秘保护 约书亚林在2012年前后 开始对法轮功运动产生了怀疑 他试图把这些疑虑抛在一边 他自15岁起就住在龙泉寺 多年以来一直全身心的投入李洪志的教义 但到2017年24岁的他已经完全不再相信法轮功了 他看了一段关于邪教的YouTube的视频 他很快的发现 这个转发给了另一名乐手 是不是看了本台的揭露的节目 他在学院中途被开除 在飞回澳大利亚飞机上 他想到那些在山上一起长大的朋友 也许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山上就是说龙泉寺 因为是在山上的 后来他才认为自己被开除是件好事 他成了一名游泳教练 女人合伙开了一家连锁炸机店 现在希望开一家汽车修理店 31岁的李洪志说 他时常想 如果没有在龙泉寺度过的九年 自己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子 他还担心那些仍然住在山上的学员 对那些刚加入的 正在遭到利用的 特别是年轻人来说 这真的不好 他说这只会不断的重复 各位 你们看过这个报道 你们同意我的判断吗 这就是对李洪志的邪教法轮功 一次清算的总的集结号 李洪志和郭文贵一样 美国监狱啃大屌 不信等着瞧 点个订阅 咱们下集再聊 这下集完 感谢观看